這次我們繼續沿著上次討論的特朗普這個題目 繼續去挖深一點 不如大家入時間狼,你猜是誰? 入時間狼? 如果買一個是一對一,賠率一樣,我買特朗普 你買特朗普? 是 那就沒辦法,我又不會說買拜登 我完全是一個原學上的問題 原學上問題? 直覺上問題 為什麼他的頭很大? 不是 因為中國居然很多人都認為 竟然很多人都希望特朗普得到 特朗普亂來? 他說比較 如果特朗普來的話 現在還在想想? 是 特朗普這樣說 特朗普跟拜登、奧巴馬和哈林頓 這些是同一種運動的 這些是一個打工仔 打工仔通常 一個打工仔做得好的話 多數是一個飽讀詩書 很聖經 雖然拜登不是這樣的 但他有這樣的特質 就是 我現在找你做CEO 你一定是讀書 那些東西做得好 全部依照規劃來做 但是一個創業家 你會發現有一個創業家 周時有很多東西是不懂的 很蠢的 打來打去 亂打不打 因為他敢冒險 做一些新的事情 其實是一個創業家 周時來體驗 其實不知行不行 他都是自己亂搏亂做的 那你覺得現在特朗普 有這個方法 去做公共行政就可以了 不是 而是 我解釋一下 為何中國人希望他可以 中國人會 是不是真的 你不如亂做多幾個人 這個有一點亂搏 是不是 現在 內地有很多 我們聽回來的風聲 都是說 擔心實力是可以的 你想說他想他可以 我有上大陸的討論區 所以大陸的討論區 人民間有些比較激進的 就是來的大陸 反正都預料了 寧願他們自己再搞亂些 他們對中國很有信心 那些人 但我不是說這個問題 我不是說這個問題 是一個不是原學 是直覺加原學的問題 直覺加原學 越來越多 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叫做 盲眼的 保加利亞女議員家 很出名的 前幾次死了 他說美國 很出名叫什麼名字 總之盲眼的 保加利亞女議員家 遇上了很多 就是盲眼的 保加利亞女議員家 你現在立刻要找到 不找 不找就快點說 然後 賣了很多 死了沒有 他說 之前賣得很出名 奧巴馬是 美國的最後一任總統 但是奧巴馬 不是美國的最後一任總統 他的議員是有八成準確的 所以是很出名的 最初叫做 博巴什麽 我忘記了 博巴什麽 博巴什麽 然後 不停去賣 然後到奧巴馬下台的時候 特朗普上台 大家就會問不是 但我認為特朗普 如果中間搞磨了 奧巴馬還是最任總統 如果是一個原學的意見 所以我經常都會這樣覺得 另外一個美國的 就是美國的總統 逢是20年 逢是20年 每20年 每中途寫過 由1860年的林肯開始 一年幾個 無緣無故在任內死 譬如一個短命 譬如無緣無故病了 做了幾十日 一百日 就死了 羅斯福在打仗 死了 今後被人刺殺了 由1860年之後 到1960年的時候 都是這樣的 任內死 你覺得特朗普是有機會 直到哪個時候破了咒 就是烈金被人暗殺 而不死 而不死 就是破了咒 那之後沒事又沒事 那之後沒事又沒事 那真的不是 但我認為這個咒与 這個curse 可能會回來 那特朗普就麻煩了 因為也有一個很熟悉的 是一個很陰謀論的 但很熟悉美國的正常和香港 如果特朗普連任的話 他活不了一百日 即是deep state deep state 總而言之 他破壞了原來的秩序太多 所以大家就不能讓他活下去了 因為種種的原因之下 因為原學和直覺上 我仍然是有膽去倒他 在任內會挂的 相對於我不但只倒過連任 還倒過任內會挂 當然要賠率很夠 很夠才會倒 那就入了時間狼 那除了他究竟能否連任之外 有一個隱身的問題 就是他連任 我們現在有兩個可能性 剛才就是連任 那中美關係會怎樣 因為現在大家都很害怕 最初大家說怕進入冷戰 現在說怕進入熱戰 南海 台灣問題 再加上北面 最近也有些風聲 俄方駐紮了重兵 再下一點了 印度又說有20萬軍隊 在喜馬拉雅山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包圍中國論 就不用說 大家都不會有什麼異議 但如果特朗普真的連任 會不會反而可以鬆開口氣 因為他需要利用打擊中國 去捕民望的做法可以停一停 有一點我可以100%肯定 就是在1990年至2010年 國際政治分析架是可以的 是沒有問題的 在近幾年開始 國際政治分析架 基本上 現在只有一種三個字可以形容 就沒得猜 你猜那麼長 我們猜三個月後就可以猜到 即是現在 等於上幾集我和你說的 我都覺得歷史是不會重演的 所以現在就沒得猜 為什麼沒得猜 現在你退了1911年 辛亥革命之後 軍閥政治的時候 我叫你猜到到最後 你要推演很多步 原來共產黨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怎麼猜 你什麼天都猜不到 即是是一個變局的時間 即是現在是一個大變 不停大家在變的時候 如果你是清朝的時候 你可以慢慢猜 你可以慢慢猜 10年之後20年之後 是什麼樣子 但是現在就是大變的時候 不停大家都在改模特兒的時候 大家不是想繼續模特兒 即是鄧小平之後 他可以猜到鄧小平 這個也是鄧小平天才的地方 他隔代陰了胡錦濤 他不再隔代陰了 因為他已經知道沒得猜 所以他就任你來 胡錦濤 胡錦濤錦濃 總之你什麼都不要做 你就是不折騰 然後就是做原來的事情就可以了 那沒問題 之後的事情就沒得猜 現在我們那個年代開股 但是現在我們這個年代 你不發現 喂 大哥 為什麼不停發生這些事情 我們這些預測全部錯 不如不要預測 根本沒得猜 沒得猜 那是一個變局 現在大家都覺得 uncomfortable 大家都覺得現在這個 大家都覺得不滿於現在的狀況 如果大家都很滿意現在的狀況 你可以顧 如果每一個國家都很不滿意現在的狀況 美國是覺得 其實美國是覺得最 nervous 中國反而不那麼 nervous 要讓他們打 中國正在上來 其實現在的問題就是 美國覺得按照原有規則 中國會這樣 如果現有遊戲規則 我現在就知道 我之前定了遊戲規則 大家就玩聯合國 中國說 原來聯合國那些 小國兩萬人的國 都全部可以 全部可以 一樣有一個voting rights 然後 於是他就發現 不如我去買通那些東西 去搞那些東西 就比較好 原來每一種 他定落的遊戲規則 中國是可以 一是名手 一是暗手 如果大家只能做生意 因為他有14億人持口 始終有一個14億人口的基礎 我明白你的意思 即是說 既然這個所謂 既有遊戲規則不利於自己 不如打破就好過了 是的 因為現有中國 中國的flexibility 高座 為什麼中國的flexibility 高座 因為中國在鄧小平 毛澤東打破過一次 鄧小平打破過一次 於是中國是習慣於 打破遊戲規則的環境 你覺得是嗎 我覺得他是信應遊戲規則 他信應你 但問題就是他轉空子 他也是玩遊戲規則 而美國整件事 他已經是僵化了 所以他就變不了 所以反過來 現在大家看 反而很多人就會 其實不要擔心 這個世界每一個人不同位置 有不同的看法 譬如聯合國也好 WHO WTO也好 美國開始的主導角色 他都不容易 因為他覺得 他重新再來 對他的國策 對他的國策 可能更有利 如果美國對中國 已經是很大的頭痛 但他有一個方法 畢竟中國的議事人談是不對 你始終歐洲 歐盟 日本 我叫他歸邊 歸中國人歸他 到最後 他一定是幫助 一定是幫助 就算他多不舒服 到最後 他還有一筆盟 又開繳 但你國內那裏 又是有變局 他不停是 整個國內有變局 而印度 走了這麽多年 他又覺得不舒服 再加上 日本又覺得不舒服 即是日本又覺得 以前 日本很甘心 被美國綁住 但現在日本是 第一的經濟強國 第二是經濟強國 但現在被中國壓住 那裏又開鬆綁 日本又想變回正常國家 因為老闆靠你 日本想改變 印度想改變 歐洲也不能不改變 歐洲的事情已經好玩 完畢 整個歐洲 英國也在改變 美國也在改變 每一個地方都不停 不是一個變數 而是幾十個變數 我們讀數學 你會知道 幾十個變數 都很難猜 所以反過來 可能中國是最不想變的地方 中國是最不想變的 中國是最不想變的 中國就算你變 他都不變 他就一直加壓 邏輯就是 很奇怪的是 譬如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怎樣談全國之力做一件事 這件事我不否定 因為我覺得過去這十幾年 其實我們也看到 他的所謂動員率是很強的 但是在外交政策上 就不是的 通常外交政策 你見到他們一落了所謂的大陀 之後 他很難去轉調 OK 這樣說好不好 中國來說 即是他其他政策可以的 貿易政策可以的 其實就是這樣 你要知道就是 在美國來說 在中國來說 或者基本上很多 全世界來說 外交是內政的現身 因為最近要 尤其是一些小國 例如新加坡 他沒有了外交 就沒有了生命 因為他會被別人侵略 會被命 但是中國的大國來說 永遠是內政重要的 外交其實就是 習近平為何可以上位 我中國夢 你錯了 就算是中國夢 大家會批評 你為何要這麼早 腳頭出現 多捱十年就沒有了 多捱十年 多捱十年 你多捱十年 你穿著上去 你就會更好 大家再看回頭就是 對 即是等於 反過來 你剛才說的 我最記得 你說胡錦濤 剛才什麼都不好做 現在我們再看回頭 就覺得當時 胡錦濤的狀態 都不好做 但我們要等他下任之後 才慢慢用回 習近平去比較 才能看到這一個 所謂的狀態 你完全正確 多謝 問題就是這樣 問題就是 我講的 習近平上位 就告訴你 中國夢 他不銷售這件事 根本上不了位 因為全國一起上錯 正如 如果你是回到希特拉 當時的時候 你都一定要銷售反右主義 一定要銷售 他那種東西 因為如果你不銷售他那種東西 你根本上就不能上位 你不要說其他的東西 因為希特拉真的錯的時候 就入侵波蘭 即是全國也是戈培爾 是的 即是你當時全國也是戈培爾 沒錯 你說得完全正確 所以 習近平之所以能夠 今時今日就銷售這一種外交政策 但外交政策 他們所有的外交政策 都是為了內政 只要人民是這樣想的時候 或是紅二代的高幹 那些支持者 就是這樣想的時候 他就一定要這樣走 否則你沒有辦法能夠 即是如果 這樣說 如果美國沒有了美國壓力 習近平 做第三任的理由就不存在了 嘩 這樣嗎 這個邏輯又挺新鮮的 你想想想 如果大家順風順水的話 你做十年就下台了 現在沒有了習近平 他才可以做三任 或者做四任 因為事實上 你真的換了 對於浩金 人們問我浩金的問題 浩金你下台的話 浩金如果下台的話 俄羅斯就爆了 其實俄羅斯能夠維持多久 就是浩金能夠做多久 你這個邏輯很特別 不過這樣 我們節目最開心的地方 就是大家不同的理論 或者不同的觀點 可以大家博弈一下 周顯今天真的完美示範了一次 原來習主席要連任的原因 就是因為要對付美國 因為如果中國沒有了他的話 如果沒有了他的話 他現有這件事 因為現在其實他 就是要加上壓力的報道 希望人們快速 如果突然加上壓力的報道 就不行了 即是不僅是美國的問題 而是中國有很多問題要解決 你說捉了這麼多貪官 現在還未捉完 或者把整個改革整個未完 如果他不隔 他一旦離開的話 就是之前 這個問題就是 董教華的8萬5元 董教華中途七年離開 現在8萬5元 當年的時候 現在看的時候 我由你燒炭 燒多幾年的時候 你就已經沒有了後退問題 即是這麼多 即是你提出壓力的報道 壓力的報道 壓力的報道 就快熟了 但問題是快熟的 一定會有很多的壓力 在社會上 其實你說燒炭這個 我絕對不認同 因為這個 沒有同理心 不過這樣不要緊 其實他也是 沒有的 他也是開玩笑 下一次再跟大家再聊 看見櫻看 我好的 看見櫻看 我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